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为了控制体重、减肥而不吃早餐的人 认为这样少吃一餐能够减少全天肿热量的摄热 会让自己瘦下来 但长期坚持后往往会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完美身材 反而还更加胖了 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目前有两种说法比较流行 第一个是基因说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由于生产力低下 人类大多处于靠天吃饭 饿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中 变胖的基因优势在自然的选择中保留下来了 这种接减性基因会使得我们体内的代谢机制 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 尽量积占能量 以被饥饭时期的生理需求 在饥饭来临时 具有这种基因就可能躲过一节 提高生存的几率 对于现代人来说 如果长期不吃早餐 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 期间间隔十几个小时 日积月累 这种接减性基因就会充分的发挥作用 使我们在进食中更多的吸收并储存脂肪 这样吃多少吸收多少 最终容易出现了喝水都会胖的情况 第二个是 偷吃说 长期不吃早餐的人 在进行下一餐前 往往处于饥饿的状态 此时我们的身体会更加渴望高烫水 高脂肪 高能量的食物 如果我们没有规划好的话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就摄入了更多的能量 早餐提供的能量 要占全天总能量的25%到30% 对健康的意义重大 一餐合格的早餐 可用一个公司概括 主食加蛋白质加蔬果 第一 主食 主食是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 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正常工作 对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情绪 都很有帮助 主食不要只吃金米白面 要粗细搭配 要卖粥 炸豆粥 红薯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 蛋白质 与烫水化合物相比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速度会更加缓慢 具有抑制食欲和促进保护感的作用 也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 早餐中最好要有肉蛋奶中的一种 比如鸡蛋 牛奶 煎鸡胸肉 酱牛肉 当然如果年偏好素食 也可以选择无糖豆浆 或者低盐豆干 第三 蔬果 很多人的早餐呢 容易服务蔬果的摄热 新鲜蔬果不仅能够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 也可以提供上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 能增强保护感 抗氧化 比如西红柿 黄瓜 菠菜 苹果 香蕉等 吃起来比较方便 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你一次点赞分享本视频 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